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今年是大熊猫赴美50周年 我们就中国大熊猫赴美背后的故事 以及中国和外国专家在大熊猫保护上 以及相关科研取得的成果 来采访大熊猫专家李德森老师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李老师你好 今年是我们大熊猫赴美50周年 1972年尼克松总统完成中国的破冰之旅以后 我们中国于当年4月向美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 林宁和欣猩 中美熊猫外交从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可否讲述一下大熊猫赴美的历史 以及林宁欣赴美背后的故事 应该在4月16号 欣猩和林宁就被送到了美国的华盛顿 国家动物园开始了传播熊猫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 这对熊猫去了以后 应该说开启了中国与国外大熊猫保护科研合作的一个新的阶段 这两只大熊猫在美国一直生活到90年代相距去世了 后来美国方面再次提出向中国申请两只大熊猫吧 后来在200年的时候 新的两只大熊猫是天天和美乡就到达了这个美国 开启了中美大熊猫科研合作新的一页 2005年的时候 大熊猫美乡成功的产下了一只熊猫宝宝 叫泰山 我记得泰山回来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美国的粉丝从美国追了回来 因为喜欢他的人太多太多 然后美国也通过多封面渠道吧 传递到中国这边 希望泰山能够多留一段时间 所以他是在四岁半左右才返回中国的 泰山出生以后 美国那边就觉得生宝宝也不是这么困难感觉 泰山从15年以后 连续五年吧 他们也做了人工寿经 泰山未形成宝宝出生 他们也从12年开始吧 也一共拍了十个批词吧 几十人到我们这先后来学习 同时我们这边的专家 包括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 也到了华盛顿园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技术 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吧 中美科学家在大熊猫的保护研究方面 我们是实现了很多突破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位大熊猫 生活多样性保护做出了这个新的贡献 我看到就是您也有就是送大熊猫 以及接大熊猫回家 那就通过文献来看 我们其实第一次送大熊猫出海去美国 50年前 包括您去接阿拉斯 包括到现在 让我们的交通啊 他们的就是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目前在国外有18个国家 22家动物园 一共是69只大熊猫 1996年的9月 大熊猫石石和白云吧 就从中国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 1999年大熊猫石石和白云产下第一只宝宝 它是以大熊猫与国际科研合作形式第一次产下的一个宝宝 叫华美 这个名字就是体现了中国和美国的大熊猫专家 共同合作成功的一个结晶 中美这个大熊猫合作吧 确实是 嗯 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也促进了我们科研方面的一些合作交流和一些技术的创新 为野生动物保护吧 是起到了这个示范和这个推动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大熊猫保护研究方面最近也最新的进展 然后包括我们正在进行那些科研实验 这些实验成功以后对大熊猫保护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到现在我们建养大熊猫已经达到了673只 可以说从遗传多样性这个方面来看 让它在未来200年它的遗传多样性保持在90%以上 可以达到200年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大熊猫的牵地保护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野外的保护其实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成功 大熊猫的这个数量从七八十年代只有1114只 到了我们大熊猫第四次全国调查的数量达到了1864只 所以增长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将来会在物种保存技术方面有更多新的探索 除了以外奉归引种 我们其实下一步也会做一些试管大熊猫啊 技术的这种探索 我们的遗传自然库这方面的建设 我们有精子库 卵子库 比如干系不库 这些方面我们觉得都值得研究 它不光是这个一种自然 其实也可以对将来其他物种的保护吧 提供更好的一些理念更好的方法 一些新的技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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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